要吃饭的吗,我在机场,我等几飞呢,到早了,现在是4点44,我是7点多的航班,我在这里坐着也是坐着 民国就业啊,近期我准备给你们搞一波大的,抽一波大的奖,这个第9贯呢,好像没那么快啊,这些直播今天时候跟你们讲说要不是第9贯,要不是100万粉丝,跟你们整波大的抽奖,第9贯呢,现在看起来比较漫长,但肯定肯定有,肯定会有,但是 第9贯给你们再抽过大的吧,搞两波吧,先一百万吧,先一百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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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的时候,我给你们整一波大的抽奖,好吧,抽,抽那个新款的那个iPhone,嗯,iPhone14,怎么样,抽iPhone14, 那么你们选也可以,你们选华为也可以,抽iPhone14,抽iPhone14,怎么样,这波大吧,抽iPhone14,在那边你们抽一些其他东西,不止iPhone14啊, 共同富裕嘛,我现在就是在给你们搞共同富裕,响应号叫共同富裕,虽然我也没有很富,但是,呃,发个,给你们抽一个,什么iPhone14,然后,抽一点, 因为得善,还有几块钱,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这种,这种程度是没问题的, 不抽国后,我可以给你们,给你们抽华为啊,到时候你选好了,到时候你跟我说,你要华为,还是要苹果14,那你们选好不好, 你如果说你想要华为,华为我就给你,给你买华为,好吧,华为都我自己出现,可以啊,华为和屏幕你们自己选,全都要,你都如果都是抽到14了,我不说你有嗨目就不错了,嗯,我不说你有嗨目就不错了,嗯,我不说你有嗨目就不错了,嗯, 还要全都要,只能选一个,全天人其实不能全都要了,只能选择,那很多时候呢,你面临了很多的分岔路口, 就是这样,面临了很多分岔路口,不是说,这些分岔路口就,有一条就是有正确的道路啊,它并不是说,会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有可能全错,有可能全都会后悔,但是你必须得选择,是吧, 你必须得做出选择,那就是成年人的反顾,最近战绩,最近战绩很不好啊,最近战绩很不好啊,我真的,我都不想下主仗了,被轮番蹂躏,烦啊, 但是下一场,哎,我也不知道教练怎么定,看教练怎么定吧,反正我说的不算的,就是我下不下主仗,我说的不算, 我有准备负能量,有办法,现在就运气不好,我也不知道我起差,就是运气不好,有办,有办,有办,对方下那么好,我也有办法吧, 还有几盘就是运气特别差,特别多没拿下来,运气是这样, 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特效啊,这个什么碗啊,钻石还是碗啊,谢谢啊,谢谢你们,运气不好,但我,但我不可能服输, 永不服输,永不服输,我不会服软,永不服输,永不服输,永不服输, 因为我,运甲之前战绩还可以啊,六一个六连胜,各种选拔都出现,运气太夸张了,运气太夸张了,运气没这么倒霉过啊,运气没这么倒霉过, 下一场必赢好不好,下一场必赢,拔拔下一场必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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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比赢, 还有一个飞行冰冰战 必赢好吧 必赢 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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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再追加一个 追加一个大甲 好吧 都抽了 那我也不能这样的 我应该是 我换一个换一个 我想一下 不赢就不赢 我不赢 我都经济上 还有什么荣誉上 都有直接损失了 我不赢 我还给你们发什么东西 不可能 咱们买 不可能不赢 必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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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希望我多赢一些 我多赢一些 我就会多发 多发 那个抽奖 我就多发点东西 给你们抽 好吧 我共同富裕了 然后我穷逼了 所以给你们抽礼物 对不对 这少了抽礼物的人了 手机还有舰长登团 这个 这怎么还有这么特效呢 解宝 放一杯 可爱永相随 谢谢邱吴坤 谢谢 谢谢各位舰长 不要看你们这样 我们要是九罐 我九罐要给你抽更大的奖 好吧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广大附中军事社官方 解宝的身体 是我报告最软的 解宝的嘴 是我轻过最硬的 把口袋给戴好 今天车展时候特别夸张 特别搞笑 好几个小姐姐跑过来问我 都是销售小姐姐 就是说 你是哪个品牌的 我说 我是自己 我是来看车的 好吧 我是来瑞评的 他把我以为是那种同行竞争来调研的 气死人了 我穿的这个像是这个工作人员吗 像是那个同行吗 因为他们以为我是竞争对手 跑过来调研的 我真的我真的服务 那销售和服务员 那我可以去啊 如果像的话 气质上的话 我可以去做 以后 落魄了 我可以去做销售啊 做退销 对吧 嗯 我觉得我不像啊 我觉得我不像 我这个精神气质像什么销售 我觉得我不像啊 我像销售吗 像啊 很像啊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解保加油 必拿9罐 再拿10罐 谢谢蔡导姐 我有这个信心啊 只要我再努力一点点 好吧 主要我在我这展区 我是车主 你知道吧 我车主他也认识我 觉得我是哪个品牌的销售 或者是他们部门 哪个新来的 我说我是车主 立马给我说 他来的这个 爱慕的眼光 这个感觉还挺好的 然后我 他问我 他又不信嘛 他就问我是哪年买的 什么时候买的 然后把详细的数据 报给他以后 然后再 再报告告诉他 我说低价是多少钱买的 他立马就相信 我是不是销售的 我为什么从外面上 看不出来 我就是那个潜在的潜在的消费 消费者的啊 潜在的这个消费人群呢 打个领带 打个领带不是更像了吗 打个领带不是更像了吗 我在什么 再带个工作服 再带个工作证 那不是就是了吗 那不就是销售人员了吗 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啊 我要穿什么你说 我应该穿什么 我觉得我今天的穿着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不应该穿这个西服过去的 不应该穿这个衬衫 我觉得这个衬衫不像了 为什么会像呢 你貌又有素质的纯路人 杰宝我真的好喜欢你 我可以看看腻的拗拗吗 科捷是爱下围棋 是我是爱下围棋啊 杰宝 韩国人好像把你针对研究透了 其实为啥不帮帮你啊 是不是哎不是啊 我什么叫研究我研究透了 为其是你研究的透的吗 你不要听那些胡说八道 研究不透的 单纯是他骑墙 好吧 这种是属于有点扯淡了 如果是他自己本人的说的话 那就更扯了 没有就回事的 怎么研究也不可能把我的想法研究透啊 这属于胡说啊 你为什么会说这个呢 因为有人会讲什么小生怎么什么布局都会啊 跟我下什么不会 我下的会他也会啊 但是因为人家摆的多啊 人家什么布局都会 没有意义啊 你其他人他也会啊 他那布局怎么不会嘛 你这两个心位 两个对子心里他更会 今天下那个 我跟你讲 人家什么吻合度到百分之七十几的时候 你就是顺从他了 你就真的下不过 谁能赢嘛 那个吻合度 太厉害了呀 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下出过 七十以上的吻合度 我好像没下出 最多是六十几 已经很极限了 他是最近下了很多盘 七十以上的 跟我 而且是决一七十以上的 如果说用其他的那个 会更高吧 那也没办法 这种就只能认命 对方下的好 就是 就是 就 住手就擒吧 然后 能精度的努力 就也做了 那对方下的好 有什么办法 就输就输呗 那如果说 有些骑士 你机会特别大 你有机会赢了 输掉的话 那会痛苦一段时间 该放下就放下 所以说 那就说完之后 我看了一眼 决意的复盘 然后 就也没有研究的必要了 人家就是跟AI下的一样好 你有什么办法 有办法 住手就擒 他不可能一直装的这么好 他总是装的不好的时候 他上次跟那个 张晏霏也是 那个起分没法下 他 他就是一部分提手都没有 老师这个状态 真的不好看 不可能一直装的这么好 我觉得不可能 好了 下坡了下坡了我得赶飞机去了 拜拜 跟你们预告一下 2030号有场比赛 然后3号有名人赛 然后下完以后我就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比赛 然后后面还有一场围甲 差不多围甲下一下 然后名人下一下 这个八九月份就过去了 好吧 sarà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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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 nous